哈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波 300訂閱 謝謝各位的支持 雖然這個門檻對很多人來說很簡單 但對於這個經歷三年多的小頻道來說 的確是值得慶祝這個數字 不過還是要說啦 這個數字還是很少屁用 因為至少要1000訂閱才能開盈利 所以我在這裡拜託大家幾點 第一 誒 求你們了啦 看完影片點個訂閱好不好 如果我可以多一些閒錢 就可以多辦抽獎 也可以讓發片頻率更高一點 不用一直跑UberEast 卻有時間可以剪片 第二 訂閱完拜託不用再退訂了 你可以選擇不要看影片嘛 又何必取消訂閱呢 夫人 有話慢慢說 何必動刀動槍了呢 你們知道對於這個小頻道來說 一個訂閱都是往前邁進了一大步啊 第三 我知道有些訂閱者是看遊戲的 有些是看籃球的 有些則是看到最近工作曲子 還有其他影片訂閱的 每個人有不同的喜好 但是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受惠 我全都要 我全都要 所以大概發片的模式就是籃球 遊戲其他影片這樣一週一週的發 因為無人基本上是一人團隊還有工作 所以想看其他各類影片的人 可能要多等一些時間 但不要急 我一個禮拜會盡力逼自己發一部片 所以一定會等到 第四 如果你有特別想看的遊戲 請多多留言 我看到有時間就會去買就可以做 如果你有什麼想看的籃球技巧也可以留言 如果我會我就記得去拍 那這當然是等到球場解封之後 如果你有想看什麼其他的影片 或者是Uber外送員的工作問題 現況 日常比較多人喜歡看 也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這方面就可以更鎖定觀眾想看的題材 第五 也不是我郭麗欣 有些影片會有副評 不是說不可以給副評 你給完副評能不能讓我知道原因 不然會覺得很錯愕 甚至不知道你不喜歡的點在哪 有時候就沒幾個人看了 還點了副評 要知道副評也是會影響其他觀眾收看的情緒 跟持續收看的動力 有些人點開 看到副評多就跳掉了 給完副評 請多留言告訴我影片不好在哪裡 這樣我之後可以做修正方針 拜託大家 好了以上五點聲明 發牢騷完了 我們就進入正題吧 抽獎 我真的也沒有皮膏了 300訂閱我們就抽一點有300塊價值的東西 既然有發一些遊戲類 我們就抽一個懷舊遊戲 幻想三國之三 第三代剛好過路價是300 第一個我們就抽這個 那各位別擔心啦 雖然有玩過 但是序號還是可以玩好幾次 就算不能玩 還是可以當收藏 那第二個我們一樣就是公仔玩具 抽二手的太美成衣 抽一盒正版公仔未拆的 七龍珠好不好 沒拆過的金正 超戰士系列賺 雖然已經出一段時間了 但是價值就得超過300塊 那抽獎資格一定要訂閱頻道跟留言 那最重要的留言方式請留 恭賀300訂閱 接著留言告訴我 你看完這部影片的看法 或是給頻道一些未來的建議 可以的話拜託多多分享出去 讓我有多一些的曝光率 那留言截至10月底 並且留言數必須至少達30人 如果未到呢 我就只抽剛剛那個正版公仔 所以各位如果想多抽一個名額 就幫我分享出去 11月初就會公布中獎的人 在新的影片或是FB粉絲團 藉此請各位多多留意 好了 多會見各位的收看 咱們下次見